杜丫头 你这成天不仅自己来拿药 还让别人来拿 你这样的话 我这药鬼谷 可要入不敷出了 你傻呀 陛下的钱 不收白不收 你早说呀 你这么说 我就开双倍价格了 你上次在药鬼谷 喝多了以后 回去没撒酒疯吧 你离他远点 他是我的 还真撒酒疯吧 没有没有 我回去倒头就睡了 我还以为 你会对着秦王撒酒疯呢 秦王 怎么了 他惹你生气了 他最近可忙了 我都好几天没有看见他了 这么说 你们俩感情也一般嘛 要不这样 你考虑一下我 你不要老想着 什么王妃的名头 跟我一起去药鬼谷 吃香喝烂 这种玩笑可开不得 殿下 你忙完了 原来是秦王殿下驾到 这面摊 可真是彭壁生辉啊 这是我的朋友 顾七少 你不必介绍了 我跟殿下可是老相识了 你们俩认识啊 还不是因为你 我们才有机会认识的 你可知道当日 我为何要追王妃 我当然知道了 毒丫头已经跟我说过了 因为当时她看到了你的脸 你便要狠下杀手 至于你为何如此心狠 我现在想要一步 你不认识 事情 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好 我当然是 我现在说 你不认识 这个人 我本人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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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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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